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美国公共管理的权威专家刘国财教授 下面我们欢迎他 刘国财教授是现在是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公共管理系的教授 1984年他在俄克拉拉赫玛州立大学 获得公共预算和财政的硕士学位 1987年获俄克拉赫玛州立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博士学位 他现在是中佛罗里达大学行政管理系的主任 MPA的主任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项目评估 组织变革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他出版了五部著作 发表了学术论文国际性感的论文50多篇 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的刘教授祖籍山东的青岛 出生台湾的台北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7年 他是多年来关心我们的公共管理学院 支持我们的公共管理学院 为我们公共管理学院走向国际化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下面我们有请刘国财教授 给我们讲座 谢谢谭院长 学院长 晚安 还有几个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这是我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到华工大来做报告 我记得我在2003年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有来做过一次特别的文文师傅讲座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好像不是在这个场地 那个礼堂更大 人更多 我那时候对于这个华工大学生认真的态度 印象非常深刻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我来这里之前 我在那个中山大学做报告 在报告之前 有一个小男孩 就是过来跟我讲说 呃 吕老师 他那里面学校毕业的 他说这个三年前四年前听过我做个报告 后来就和现在中山大里面读研究生 读完了 今年已经申请到美国 奖学金到我们那处读书 给佛罗达州立大学读书 我听了大人很高兴啊 所以就给他我的名片啊 给他联系 所以啊 我每次到这里来报告 其实我心情啊 是还是非常幸运的 我非常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啊 跟一些呃 对这个我们公共管理这个项目呢 有兴趣的啊 呃 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的经验 那么呃 呃 呃 大家都晓得这个公共管理在华工大使当一个新那个学院 可是呃 在你们学院的领导下呃 呃 呃 当然做得非常好 这个我 我们老朋友认识久了 然后我认识从北京 杭州 中山然后过来 当然就找到你们的成就 有个博士点的 那么今天报告啊 因为当初讲的是说 希望给大家同学啊 一个一般性的介绍 说我不会讲太多理论 那么主要的讲就是说 我在美国待了二十七年 呃 主要是学这个公共管理 那我的心得是什么 哎 我说我组成一个很简单的啊 呃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啊 对了啊 讲到这里就是 你看我在美国待这么久啊 呃 我有个特点 就是我英文没学好 呃 中文一忘不少 所以我讲起话来啊 就要混杂着 就是有时候英文中文就混在一起 那我的报告当然都是必须要用英文写的 尤其是因为专业名词啊 呃 都是我必须要用英文讲 可是一般如果说简单讲的话 我还是用中文讲 呃 比如说有必要的时候 我待会用英文再解释一下 这个应该就没问题 这个国内学生现在英文程度好不得了 呃 所以这个文艺点不担心这个 呃 刚刚呢台湾的已经介绍了我的背景 我现在在UCF呃 呃 做教授 我在那个学校已经也是待了呃 十六七年了 呃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首先啊 我认为啊 研究公共管理啊 呃 它有几个特征 呃 公共管理的研究 呃 我认为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所谓 interdiscipline approach interdiscipline approach 或是masterdiscipline approach 也就是说多科系的 或中科系的呃 研究 呃 这就回到我这个 我当初最早到美国就读书了 呃 这个目标 呃 我记得这个在研究学校上课 学生问 我说 刘老师我学这个 呃 我觉得好像什么都学了 什么都比不大清楚 我实际上告诉我 我当初出去学就是学这个目标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public administration 呃 呃 给我一个 opportunity to to learn of course you need to learn management 管理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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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学 economics 那你学politics 那你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你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你学management economics 那你都要学politics 但是你做public administration 那你要学politics 你去我们也去学美国的东西 所以刚刚开始啊 挑战性很高的 所以呢 international approach 它跟那个传统的一般 社会学科不一样 它是采用各的学科 整合起来的 它是代表我们的framework 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发展 那第二个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就是公共管理 它不是光从学术理论探讨 它还要强调就是所谓应用 强调是应用 理论跟那个实践的结架 对吧 对不起 我有时候讲 其实我讲一个普通话 讲中文啊 因为以前的 社会公共用的词语 大概是台湾的 所以代表 你大概有时候也越没问题了 所以它的 这怎么会整个 这不是我的啊 对 所以它是个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那个 你读的时候 你不光是讲这个理论 你要考虑这个application side 就是说 对万一说说话 做完这个研究以后 它让你对policy或对minecraft有什么影响 这是第二个特点 然后这个 我强调是所谓integration framework 这是我主要报告的 就是 因为我后来 我跟各位一样 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按照 从textbooks 从教科书 英文文学 那到最后的时候 我讲整个 就是说 因为有PhD的时候 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你必须要整合一个comprehensive exam 我就开始整合了 然后我就想做这个framework 这个framework 也帮助我来做学习 也就是说 我先identify challenge issues public problems 然后再idea field academic field 然后第三个是education 这跟我刚刚强调的是一样 所以从issues theories and education 所以这就是 我今天这个framework 用来做这个报告 给大家介绍的 我是这样很简单的 就是从美国发展上介绍 首先 在美国读工文化里 一定他们的介绍 所谓 从最早的19th century 19世纪 那个时候最早介绍 有一个issues proverbs hebens 所以spoise patronage system 这个大家有小的 那么早期的时候 美国它也是 它是选举出来的 选出来的人 谁做总统 他用的权力 分配很多工作 位置 给他的竞选伙伴 竞选工程 就是spoise patronage system 那么这个样子下去的话 当然是就是 没有什么专业可言 那在早期的时候 在早期的政府工作的时候 它不需要有个专业技术 大概还可以 它这个指数有个优点就是 增加这个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loyalty 政治中心度 你就专心服务的 你的political party 政治领导者 他如果选上的话 就给你分政府职位 这是早期 然后当时造成了很多问题 就是你分配工作的时候 不平衡 有些人都不满意 后来造成了事件 就是Assessination of President Garfield 把总统给暗杀了 但是同兵应该晓得了 这个历史 就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对工作不满意的 他就把美国总统 把总统给暗杀了 所以大家就造成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已经慢慢处理到 这个制度所造成的 就是说我们靠着 所谓政治分赃 就会用一批人 在政府工作 结果他只是有政治的忠诚度 他并没有专业技术 那时候也没有讲专业技术 就是他的能力 不算很好 让他来治理 这本身一个是问题 然后在发生的这个Scandal 就是在发生的 Assessination 暗杀 那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有个所谓 Deming Theory 就是所谓 Wilson's Politics Elimitration Dichology Wilson Wilson 他是曾经做过 他本来是一个教授 后来是做校长 然后后来做过美国总统 他就是他的Politic Science Scholar 他就是政治学者 他那是写的篇文章 就是Politics Uniting Dichology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的 意思是说政治跟行政管理要分开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选举学上是政治人物 可能跟实际管理是分开的 他这个构成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 当时是Innovative Idea 是一个新的看法 我还记得啊 我还真的在美国图书馆 因为他发表在American Politics I think The Journal is American Political Quarton 那个杂志 我还真的去翻到那个年代 发表的那篇文章 他开始提这个理论 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的 公共管理理论开始的 你既然是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要分开的 那么就是提供给大家说 那么就是提供给大家说 我们说Politics is a special area 那即使后来很多人批评说 不可能分开 Politics always influence Politics is a special area 那不可能分开 可是在早前的概念 它提出来就是要 让大家强调啊 你政治啊 你那个拥有权力的人啊 跟你智力的人啊 你可以要分开的 那个结果在这个 这个outcome the practice management practice The Penitent Act of 1883 也就是说在那个act 成立的时候啊 美国就成立一个 所谓 City Service Commission 它就成立他们 所谓的文官制度 美国那时候 在联邦政府就开始 这个文官制度 那个我不晓得各位同学 大概如果说你是学 Social Science 尤其是学这个所谓 美国的政治 或是知识区 公武馆代理 对这方面的了解的 就是这是 美国从这个开始 在联邦政府的 所谓City Service Commission 就建立他们的文官制度 当然我们中国 有文官制度很早 对不对 我们就透过科举考试 就是美国的历史很短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就开始有所谓 专业的City Service System 那事实上 我还没有举着其他的理由 这时候有其他理由影响的 就是Marx Weber Bureaucratic Model 韦伯的官僚 你这帮我很大吗 因为我每次这个中文 Bureaucratic Model 因为事实上 我记得 我那时读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讲过 在19世纪 它有三个主要的 英文是学者影响了 比如说 我刚刚已经讲了 Marx Weber 他讲的Bureaucracy 它的构想也是很好 它当初也是一样 它说在未来的社会 你会有一种组织 是大的 Bureaucracy 在它的Permination 不是坏的 不是说官僚 不是说 它是说Big Compact Organization 它就是说在未来 会有一个大的组织 它在社会运作 在这个大的运作的时候 它里面权力基础 就是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separate 就是说 这个组织的它的ownership 就是拥有的人 跟那个管理者是分开的 这在当时是很创新的 为什么 因为在以往的所谓 权力的基础 君主他用权力他管理 他有权力 可他说将来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这个 Wilson politics 和明春代理 跟他们也有点关系 他那时候就是理论啊 慢慢地形成的 我刚刚讲的这种 在那个词里 有三个大的学者 他的思想 影响人类很多的 一个是Weber Max Weber Bureauc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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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Sociology 还有两个大大大 同学小学生 谁 谁 谁 一个是Psychology 马克思 也是 马克思其中一之一 对 马克思 他的理论也是影响很多 另外一个Psychology 应该想到的 那是Correct 这三个影响力非常大的 这个华东大学生好像还是厉害的 影响力太大 他的影响已经很超过世纪的 这是早天最早的 再世纪就世纪 那时候理论有很多 真是非常 你如果喜欢的classic managing skill 你读读读看 那时候理论你要佩服 你要想到 那个时候 在我们中国还是清朝的年代 还是跟他们已经开始有这种 advanced management ideas 就是比较先进的管理和概念 上个世界 20th century 在美国从1910年代开始 public issues 有什么公共问题 各位同学刚刚讲的 美国其实是Fedder government 是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才开始变得比较有专业的人来管理的话 美国地方政府还是很差劲 到今天还是很多地方还是很差劲 这不是开玩笑的 美国很多州啊 地方政府 你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的行政领域的能力 这还是一样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 这个主要是从纽约啊 纽约中啊 就开始了 为什么 大家注意到地方政府啊 行政领域啊 它也是能力不是很好 这时候他就开始体会了啊 就是需要 special training special education 来帮助他们来 变得 efficient 他们的 problem is inefficient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一个很好的理论出来的 对美国的 freder taylor's scientific management 啊 teller's 科学管理 这个应该晓得吧 对 这个所以我不需要解释 Teller 他本来是个 engineer 然后后来他 他从一个实际的操作经验的 写了一本书叫shop management 然后后来在scientic management 他就是想出scientic methods to study 然后one best way that's one best way to do the work the best way is the scientific method based on science scientific selection for the employees time and motion study 就是一大堆都是跟那个scientific management 这种理论 那他这个理论影响很大 整个因为美国那时候在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他这个理论就是在配合那时候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的那个我的汽车啊 大掉 mass production 再加上他的理论 这个美国工业就这么起来了 对 那么这个影响性怎么样 Teller他后来说啊 他的书啊 不只是说应用在这个企业界 他说可以在应用在各方面 它是the mental revolution 在思想的革命 这确实很有影响 其实是到今天啊 很多美国人讲啊 他们的management 还是会回到Teller's scientific management 那么对我们 public administration 对公共管理来说啊 他的影响性也是有大的 也是很大的 因为早前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用它们去学了 那么在那个practice上面啊 在那个municipal reform movement 在纽约中啊 在纽约中啊 在有些municipal的地方啊 地方政府官员啊 改革运动啊 Including training school for public service 在1911年开始 他们就开始了培训 专业培训 那么这个培训呢 然后到最后啊 然后在有些很多人捐钱啊 他就成立了 所谓的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在Scientific University 所以他是在1924年成立的 所以他是在1924 1924年成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我们对方 这个public administration 在美国啊 最好是呢 是Scientific University 所以他是在1924 因为他最常做的 最常做的 然后他影响力又大 很多政府官员是我们的毕业 很多学者专家也是我们的毕业的 你像现在那个 Fedon Reserve Board 那个 叫什么名字 现在这个 以前是Green Spring 现在是叫什么名字 那 What happened 他之前在美国做的人 他就在这里 这个Maxwell School 做第一个加工 所以他的 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很多这个联邦的计划 或什么 其他什么 然后这里的学校 他这个School 也是 就我跟你说 就是Inter Disco 他有很多的 经济的教授 有什么的 学生学科 大概是很好的联训 这是 早先的 20th 1920th 那时候 美国一个 也是大陆 Egnosticization 中文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 上个世纪 20年代 美国出现大问题 经济史上 对 然后 那个 那个时候 后来就是 出现问题 然后就是 后来 President Roosevelt 我是个Elect 选出来的 然后这个 理论 我每次喜欢讲这一段话 科学管理理论 后来发现出问题了 在Tilent 想法 就是 我的理论 是对企业家好 对管理者好 为什么 我给你想出一条 最有效的管理办法 你只要照着做的话 你大量生产 对老板好 为什么 你大量生产 你产生很多 products 然后很多 maximity profits 你的消息 你的 profit 就是利润高 对 employee 也好 为什么 你工作老板 你也收入多 对不对 可是 他就比较不弱 出现问题 那时候就是所谓 大量生产的 结果经济失调 所以他 Tiler是个很好的 manager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经济学 他不是晓得 这个supply and demand 你如果在社会 你大量生产 就把价格交给你 对吧 然后照着 再多影响 在那个时候就情况这个问题 然后 出现这个问题 这就挑战了 整个在这个经济 在这个经济传统学说里面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就是所谓 supply and demand invisible head 比如说无形的手 然后靠个市场的需求 就可以做什么 对 结果那个时候就发觉 就是不行 市场会失调的 然后理论 他们那时候才有的 Ks economic theory 对不对 大家晓得那个 谁的理论 Ks的理论 Ks的理论 对 他的理论确实很好 他那时候强调 对不对 我们就出现这个问题 社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要靠谁的理论来做 企业都垮了 靠政府 对不对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artial investment 所以那个president Roosevelt 就是采用他的理论 这么大的问题 一方面 完整那个 企业的人口 一方面利用个机会 达来建设 所以这个是他们那时候强调的 然后那个时候 还是有这个理论 还是早天 它是管理方面 它是从那个 sensitive management 下来就是说 general principle approach a multiple principle 这个其实你学企业管理 你还是会学到这些东西 就讲你的管理的原则 那个时候 idea 那时候想法就是 我如果是教书研究 如果做教书 如果教学的 教书做得很好的管理 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 我们看看哪些公司 哪些组织 successful organizations 然后我们来研究这个公司 它有什么特点 公司有什么特点 然后哪些managers 它是成功的managers 我们也研究它的特点 是什么特点 然后我们identify common principles 共同原则 然后我们去教书 这个共同原则 如果说你 你学的是共同原则 然后你将来在运用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变成 很好的manager 你的组织 就是不管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agency 就是变成successful organization 这是那时候的想法 那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一行 就一个很有名的aculate 就是一个缩写的 就是讲的所谓principles 见到principles 讲的management 就是post school 这个我们这里又不是 学这个方面 学生晓得这个 什么意思吗 老师不能算 学生有谁晓得吗 晓得话就讲 因为我对华工大学 的印象是很大方讲的 没问题 晓得就讲 它是讲的就是管理的 那是几个重要的啊 tunners tunners post school planning organizing starting directing coordinating reporting and budget 总共七相 planning or organizing stuffing directing coordinating reporting budget 同学 我当初像你这个年代的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我读到这种非常兴奋 我那时候就记下来了 隔了多少年了 快四十年 我还记着 可是我那时候啊 不晓得 就是我现在的病情 你记得我讲 planning organizing stuffing directing coordinating reporting 发行 同学 他后面是加int的 英文加int 是什么意思 action 对 action 对 是action 他不是说光是一个 我们的计划 那是持续性 这是我到美国就过来学的 当初做大学生的时候 本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 只是记名词 没有想到 其实他这个 英文是叫int planning organizing stuffing directing reporting 这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理论 大家就想 它是开始有点混淆的 可是 事实上 那时候 比如说 新政队 事实上 我这次来 国内的时候 我讲的 有些老师 还有同学 他们问我 因为好像在中央大学上面 也做过这样的讨论 中国现在的情形 似乎就像 美国的progressive years 就是大量的投资 就是大量的投资 我以前有想过的东西 有点类似 可是我觉得不一样 整个环境 社会环境 形容完全不一样 主要的讲究说 important favorite 和人民推出 联邦政府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美国的大力发展 从1920年开始 你看我一下就跳到六年代 七年代 别忘了从三年代 开始有战争 二战 二战结束之后 还是靠联邦政府的工作 就是从军人回来的阿里行就业 然后大量建设 一样 一样的人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 我刚强调的所谓 我们关于学会 有点关系 所有的小人 在那个时候 我们学会会长 都直接是帮美国总统做事 直接跟着进华的套 而且我们的学会会员 主要是federal employees 成功是federal 很不错 好了 然后咱们的 当然事情改变了 事情断断改变了 在六年代 七年代 四年代 五年代 美国就开始 Aft World War II 美国就变成 menu power in World War 主要的世界强权 美国非常地自信 非常满意他们生活 开始就认为什么都对的 很强的 从六年代开始 美国社会出现问题了 这时候 社会问题是什么东西 他就发觉了 美国也许在全世界是强权 但是国内有很多 poverty issues 贫穷 discrimination 其实他一直有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 大家开始回头看 当时受的影响很多 比方说是Kennedy 他在1960年选总统 对 他在1960年选总统 Kennedy 他在1960年选总统 他在1960年选总统 他强调这些问题 美国平穷 南方是非常贫穷的 黑人 少数民族是非常贫穷的 然后社会上对他们非常不平等 我记得我一个同事 他大概比我大了11岁 他现在已经退下了 六十多岁 他就说 他在他做Elemental School 小学生的时候 他用的书 都是白人小孩用起来设计 破破的 脏脏的 上的乱花 设计上有没有地位 或是分开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Elemental School 有这个 一方面的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在我们这个开始 随着这个 大家对公共问题关心了 我们开始有所谓 有professional 公共管理教育 专业公共管理教育 那个时候开始有所谓NPA班 然后还有所谓 公共政策研究 对公共政策研究 也开始慢慢走上专业化了 它是科技研究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Speak Truth to the Power 就是我们研究后以后 我们会发表真理 然后研究真理 我们可以给予权力增强 同学事实上这个时候 大概在学科方面来说的话 你看一个美国的 你看他能够介绍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是什么 什么系 Political Science是什么系 政治系 你如果去看 早些的 在这个六零一代之前 五年之前 美国研究这方面 它是Garman Department of Garman 很多些人还是以为 不用Garman 可是都后来 就是因为受这个时代 影响过 很多political scientists 他们认为 他们这个科学 也是Based on Science 就把他们认为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西医感的地方 然后Rational vs Incremental 这个时候 因为先前的炒作 先前的管理理论 都是作为Rational Approach 作为理性的Approach 可是这时候 一般大家发觉 很多事情 不是Not Rational Especially for Public Policy Public Programs 在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方面 不是Rational 讲到这里 大家都想到 SIMO SIMO 它是Bounded Rationality 它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张图像 我能照的 各位同学 不是很清楚 旁边的年轻人就是我 后面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 那个是谁啊 我 因为我 我后来 有机会跟他在一起 那是文化是 终于文化 因为隔了这么多年 我们的ASPA 才给他一个特别讲 我那时候在ASPA 已经算是 发言了 Leadership Position 所以我跟他交谈了 我说 我当初读这个行吧 就是因为我读你的书 我在台湾读他的书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就想感动 我读非常聪明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然后他当然是聊得很好 他就跟我说 读的怎么改变 新的怎么样 他跟我说Mixed 这个混合性的Mix 可是 他就不先语嘛 对不对 然后同学 这个下面就是他的 中文前语 中文名字 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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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当初研究他入行是从public administration开始的 他就是我刚才在纽约1911这个 municipal reform movement 他就是那时候年轻人就参与到 我们后来给他讲研究中备Stone讲 Stone当初也是提席他的人 所以他在我们那里接着讲 他刚后来这次学问做得很大 他很年轻的时候 比方说做教授 美国所有杂志都发表片了 美国Public Science APSR Pub 他也有我们public administ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经济杂志 American Psychology 全部都发表片 所以很早就这一方面发表的已经不是挑战他了 然后他后来当时越做学问越大 大家想到他后来也得诺标奖 他得诺标奖 诺标没有这个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奖 经济学者 为什么要得经济学者 有限理性 他的学说是针对我们这个public administration是提过很大的贡献 可是努力尔都会给他指引一下 是为什么 决策行为 决策行为 当时的决策行为 可是为什么决策行为影响力那么大 他论币的Behager 这本书的老老老们读的 这一定很多 真的很能 我记得我做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老师让我读一本 他另外的书叫Model of Man 人的模式 不意读 简直像天书一样 大部分数学公司 大部分数学公司 他就是用数学 你不要忘了 因为是Chicago 它是非常伎俩的 因为是Chicago 它很多经济学者得到弄不了讲的 所以他也是用数学模式来研究人怎么做决策 然后他写出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读起来 我虽然数学不好 可是你觉得make sense 师傅也看得懂 这个为什么 他的贡献就是人类做决策的 然后你想他这个学都在40年代50年代就完成了 在60年代左右开始我们computer就起来了 对不对 就开始有大量的大型的计算机 对 然后再发展 大型计算机刚开始是帮忙运作 帮忙读calculation 可是后来再发展以后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帮忙做决定 做决策 我们有个feel叫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不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基本理论 就是他的东西 所以你说角色不是他 他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叫史马赫兰能够讲 所以他全世界很多大学给他荣誉博士学位 那中国也有给他 在7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 应该是70年代中期 北大邀请他去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 所以他也很高兴了 结果后来在弄的时候他说他看了报纸 等他的广告 等他的广告 不是广告 这个中文太查清楚了 就是西蒙博士 老先生就很聪明 当然认真的他拿出他的dictionary 就是查西 是west 蒙 蒙 蒙古人 巴贝瑞 翻译成是从西方来的野蛮人 他就不大很高兴 后来他这个是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 他的很多重学 把他取得 这个名字取得很不错 所以你们这个 这个点我问过很多他们 他们都不晓得 即使我需要毕业的 不晓得 薛兰也不晓得 薛兰泰也是他的学生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我就记下来了 当然这样的照片 我就留下来 这个算是传家之宝吧 因为我在美国跟很多学者 事实上 我并没有向任何的要求 一起照相和签议 我从来没有要求 可是唯一就像他 他实在是非常聪明 那时候他只是为了解释 一个小东西抓着我的手 他说很简单 就是心理的东西 他后来就完成了 deceiving science 就是决策 很聪明的一个人 也就是他 你想想他 他在做年轻学者的时候 他就批评 Elementary Principles General Principles 他说你的理论不对的 你认识了很多General Principles 很多共同理论 很多就是听起来好听 可是实际上做起来 不是那么回事 而且很多你的General Principles 它互相是矛盾的 大家一听他说是对的 那个学生就夸了 一个学生就夸了 一个学生就夸了 这么年轻人 这个是额外的故事 所以我当时给这个 徐院长就说 我要给你讲一下 这个额外的故事 你还不晓得 李老师还有这一套 可是事实上 确实也算个人 这个年轻人 这个一点 年轻人也心愿 到时候可以给你表 写的 可是我问儿子 我儿子都不晓得 这个人是在 年轻人不晓得 OK 在六零年七零年代 现在开始那个 那个 Social Problems 然后 Mental Practice Johnson's Unification Right Johnson 他还是 这个东西 还是Racial Approach 还是 因为 你想 Coxet Medicine 他用Social Science Research 他就是用科学的方法 验证的方法 来解决社会问题 他还是理性的 理性的 PGDS Planning Program Budget System 他这个代表作 他就把理性的办法 运用在 理性的计划型办法 运用在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操作 因为军队的预算 军队操作 他不是说光今年的年度预算 他很多预算要做长期投资的 武器的发展 那都是长期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发觉 这个 就是国防专业以前用的预算 年度预算 无法配合他们的作业 说过来就发明了 PPPS 就是说 Combat 他分了长期的计划 然后再跟他那个 就是 这个 program mission 任务结合起来 PPPS 然后后来还有 Great Society Johnson 他提过很多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program 然后从那个时候 大家同学记得 从50年代开始 美国它变得非常强权 就是人民生活非常富裕 那时候都开着大厂 八岗大厂 就是都舒服的 然后就是大家 quality 大家有这个 quality improvement 大家会concern这个 环境的 所以开始 环境问题 Invime protecting power Label right in regulation 他也是 早期也是工业发展 出现很多 Label dispute 就是 老公争论问题 很多就用同工 或者用那些 minority 给钱不是很好 或者环境不是很好 一样出现这个问题 他都是在六年代这些 所以我们全部爆发 就开始整理整理整理解决 然后再读了70年代 同学70年代 是美国所谓 迷惘年代 70年代 Time of Passion 我记得我们的时候 老师让我们读的书 他就说70年代甚至 因为在60年代 大家经历这么大的抱负 认为说 我也就是读了他们的书 他就觉得 读这个多有兴趣的 学公文管理 学政策分析 学的各种数量方法 然后去分析各个问题 我当初也是受给影响的 可到70年代 就出问题了 不是方法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在70年代 他们的issues 在设计当中 I have more 但是想问more 是什么war 越战 越战 对 然后 Watergate scandal Watergate scandal 这本来是个五小时事件 就是两党竞选的时候 Nixon那个时候 根本是完全是胜卷占卢 他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他们Republican 就是做了一个很小的 互相的监控的 Democrat 他的headporter 总共 可是这个问题是在于 当时 reporters 开始 investigate report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发现是正确 一直在cover 一直在 骗 一直在cover 然后到最后 一直问到 Fighthouse 问到总统 Nixon 他就是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可是后来证明是有 就是他就 他就当面 那时候还以为电视 他就骗了美国老百姓 这个时候 我们完全没法接受 美国这个民主兵 很有意思 但是很强的 很强的 August 他就是 所谓Nixon 他就是很有经验的领导者 就是很聪明的 如果从这个 从这个 Public Policy来说 他是很好的政策 可是美国人到现在还会原谅他 就是他是第一个欺骗骗 骗美的老百姓 从那以后 然后美国人对这个Politician 对政客有信任 对政府也没有信任 就开始改变了 然后后来 大家晓得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骗了美国老百姓 谁 Kalipton 对不对 记得问他 Do you have sex with Luinsky Right Did you have sex with Luinsky 他说 I don't have sex with Luinsky 对不对 记得回去报告说 总统说 没有 他们记得老百很清楚 这些Politician 所以你不要忘了 你是问他 Did you have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Luinsky 你问他是过去 他回答说 I don't have 他回答说 我现在骗他没有 多种 很聪明 对不对 他没有骗你 然后他 然后为了这个 我还问了 You definition of 什么是sexual relationship 对不对 他们说律师很强调这个用语词 现在是过去词 所以你跟老外讲的说 老称 老称 70年代 这是很大问题 然后 Social unrest 那时候就是社会里面 反社会的一种 Is trust 那时候美国可以不信任 不信任 不信任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信任 不信任 这是很大的常理 在之前的话 他们非常信任 事实上讲的distrust government trust 也有做一个研究的 你看 你问 我们这个有个 general social surveyor 我以前用他的data 他说 1972 每年做调查 问很多重要的社会问题 general social surveyor 他就问到这个 对政府的trust 他不是说 你信不信任政府 不是在问你 政府有分好多方面 就是说你对司法 judicial legislative congress 还有president administration 美国人一般对司法 judicial方面 比较信任 对 还有后来英国对司法 那时候 做学生的时候有兴趣 发觉美国人 他对地方政府比较信任 地方的 他们的 mayor sig local方面 还比较信任 他对washington 他说今天还是一样 这个washington DC 都是骗子 politician 你不要忘了 现在这个民主党的后来 欧巴马 他所强调的也是一样的 他说我不是他的 我不是那个politician 他不是washington politician 因为他才到那个才一任 他说他准备了改变你的人 对吧 他一直强调的 因为他晓得美国老百姓 不信任华西人 对 可是他改变不了的 所以只有人要改变他 他就改变不了 美国人是比较信任这个地方 我记得我以前讲这个案 在别的学校讲的时候 我发现中国挺不大一样的 中国学生的话 比较信任 中央政府 你看看温州立多好 温州立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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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官僚 都是贪官污里 温州立多好 这个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美国还是比较看 诶 我这个讲话 没问题吧 诶 我只是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学生反应 因为我在中国太多 太多人想的 诶 你觉得我说是不是有点道理 但是一般比较信任 中央政府 那不是地方 那美国是乡谈 它比较关心地方是 就是 不是 就是 奇怪的 好 在学术上 大家有这个 有这个情形差异 那个所谓 Minal Group Report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它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 就是我们要检考一下 我们这个到底 我们研究 还效率出什么问题 以往我们就研究 我们要教学人做的 最好的 Management Public Manager 我们把最好的研究方法 教给学生 这个Minal Group 是在Synard 他们招的举行会议 在研究 结果后来发觉 出了这么多问题 都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 都不是Management skill 都不是技术的问题 而是价值的问题 所以他后来就强调 Education Education 没有价值 Value Infuse 是技术工部門 事实上有价值 它以前的价值强调Efficiency Value 我们定义很多 一般的强调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 第一个比如说 Efficiency Principle 效率原则 以往我们所有管理的教育 都强调Efficiency 这个原则 Engineer也是强调Efficiency原则 除了Efficient原则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Value Equity Equity 平等原则 Social Justice 公正性的原则 对 所以它是强调所谓 所谓Social Justice Equity 事实上还有一个Principle 事实上这个Edit原则 是所谓Individual Rights 个人的权利 强调 所以它有这个不同的情形 反正那时候就注意到 我们整个的教育 或者大家做研究 都是在整个理论 或者强调都是讲的 从Efficiency 造业 没有讲到Social Justice Equity 就是 那时候 事实上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的Principle 又面临一个问题 所以我来之前 Syrentice University 又想再弄一个Mino Group 这个Meeting 再来讨论 因为我待会儿讲的 就晓得 现在在我们演员工业 又出现一个问题 OK Management Practice 我再讲 Nixon Nixon 我讲过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Manager 非常聪明的领导 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美国是一个聪明的中国 Nixon 是一个 Clinton 非常聪明的 他那时候 他强调一个 在他的文明圈里叫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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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Superviso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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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的时候 员工也可以参与 这是Peter Dr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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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翻译成的 就是管理学大师嘛 Peter Drucker 所谓的 杰明卡特 他也是个 他的背景 他是海军军官毕业的 他也是个 所谓 Good manager 他是Engineer background 他做过Georgia 所以他上来以后 哎 事实上他为什么会辱 那就是因为 他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强 他们名的选主就是 他笑嘻嘻的 露出他的洁白的牙齿 然后对大家说 对美国说 我不会骗你 他会没有骗你 对 美国人就相信他 对 美国人就相信他 为什么 在那之前啊 太多politicians了 卡特 他做的时候 当他的能力不是那么强 可是他也想要做这种东西 但是他那时候就自行作为 ZBB Zero Base Budget System 他也是把这个 Zero Base Budget System 就是本来在Texas Institute 德州仪器公司 一种预算操作形式 他也介绍到 冥王政府来的 对 然后 各位同学我今天讲的 在19世纪 就是那个 我们成立一个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那个83 Civil Service Act 那个文官的法案 成立 那时候成立建立 第一个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就是一个Officer Commission 可是隔了家里 一百年 可以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在 也就是在 Civil Service 他这个 他在一个 Reform Act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文官制度 他再度的调整 比方说 他就成立了 他把原来以前的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文官的委员会 改变了 他成立一个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文官官员的Office 要把专业管理 然后他那时候 也引进新的观念 比方说 以往啊 你在政府官员做 你就是公务员嘛 你不做决策 诶 然后你的薪水 就跟着一般上去 他那时候想把 这个联邦政府 在高阶层的 比方说 GS9 12 这种高阶的公民啊 他的薪水 就不要跟着制度 他可以 这样的薪水 更高 然后他们牵涉做决策 他是想把 B自民社会 就是企业管理这一套 带起来的 可是也不是很成功的 他法案只通过 可是超过很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后来美国出问题 美国从80年来之后出问题了 然后大家也记得 在他的所谓 Energy Crisis 就是 能源危机 然后在 Energy Crisis 这些都出了问题 所以他的问题成功就垮开了 不管他是 事实上他下来以后 他一直强调说 在他的Emmutrition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所谓官容 比如所谓scandal 比如所谓臭谋 他也强调没有 可是他就是没有效率 不是很能力的 可是卡特他是 after presidency 就是做完中文之后 他开始变得有名的 就是他就开始在全世界 做一些所谓的 很多 public activity 然后强调人权 强调公民选举 这些变得有名的 同学 也就是说 我从先前的 上个世纪初期 强调科学管理 强调professional management 然后到最后我们快速要吃了 我们对自己有个疑问 对自己设备起的疑问 出现很多问题 可是在70年代 所谓70年代是个迷惘的年代 我记得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读一本书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那个 谁变成中国 who want the president Regan Donald Reagan become president in 1980 80年代 Regan Regan 他当然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good community good community 他很会讲话 他是演员嘛 当然很会讲话 美国这个制度 我也很喜欢他的 就是我们 我以前给学生讲的 我们是强调旁边吹熊 我们是公共管理者 我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制度 就是说让这个 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他如果学上来 不管做meyer 做市长或什么 这个制度上了自己 像那个 约根 或者像现在 Garwin 那个 California Garwin Arnold Chiwan 什么的 大肌肉 对啊 对 就像现在那个 Bush 现在的总统 不是很聪明的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他自己讲的 他那时候选上总统的时候 他回到母校去演讲了 他就说 一夜去演讲 他就说 他说我来在那边演讲 做Presidential Speech 做总统演讲 就向各位证明 你是C的学生 你也可以做美国总统 他还不是B 他不是A 他是C的学生 好 这个是 Reagan 他 become President 那时候美国有很多 所谓信息 competence 信息的问题 美国没有信息 我刚刚先讲到 在那个时候 Energy Crisis 美国能源危机 中国现在全世界有 Energy Problem 就是能源危机 还没有像那个时候弄问题 那个时候大家看的影片就是 美国开了大车 排得很长队 在加热战争 加油没有油 这是很大问题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人开始改变 不开大车 开小车 注意到日本车子很好 日本车子又省油 又好 才从开始注意到日本车子 然后日本电器 然后才注意到日本什么都好 然后再注意到日本management 我待会给你讲一下 可能就是说 美国人他从大越战 他失败了 也去上去信心了 然后他很多这个社会上 很多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他那个Johnson 他的Social Welfare Program 他成立了 然后很多Welfare Program 提供出来就是 结果变成 不是个good incentive 就是很多年轻的single mother 就是说 这个年轻的teenager 他们尤其是少数名的minority 他可以 他就是 他人是个理性的 他很聪明的 他就发觉 他是 他只要生个baby 他就可以上社会领到一笔钱 生的越多 领的越多 可是他一结婚的话 就没有这个钱了 当然就造成一个人 他就不结婚 是一个single mother 就是这样做 所以出了很多问题 美国的社会上的时候 就不断了 然后 瑞源上来 他是安特大陆 他是反正 尤其安特Washington D.C. 他只有中国州长 也是一样 他强调的backing power 和state 和任何大陆 安特Washington lack of confidence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美国社会上 一般对他们 没有信心的 在外面打仗也失败了 很多社会福利项目 也失败了 就不晓得什么 然后他们的产品 又不行 那是解篇 as number one 我记得那时候出去读书 去上课 这个public administration course 这个课 很多老师就讲的 business management principles 企业管理研究 所以我到企业 business school 去学主机管理 到business school 老师就说 我现在是发文的expert 因为我刚从日本学回来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搞的 我绕了一个圈 我如果想学的话 当时应该到日本去学 怎么我现在到美国 他让我到business 去学习 他就说他刚从Japan 学来 那时候 Japan's products Japan's management sales 都非常 在那个当时是非常吸引 那时候 Japan's department Conservative movement Japan's management 它就是强调是保守的 总统保守的 大概还有一个 supply-side economics 同学 你记得我们先前讲的 economic series Kain's economics 是 Kain's 强调是 政府 可是在70年代末期 是什么问题 Energy crisis 然后再加上那个 传统的经济问题 我们叫stack flashing 这中文叫什么 智障 智障 这个实在 当时对他们来说 是个新的挑战 日中经济性的挑战 因为这跟他们一般的分析理论 是矛盾出现的问题 就在一方面 你有这个inflation 一方面又有recession 另一方面又有inflation 这很简单 因为economic analysis 假设 它是什么叫assumption assume 但是假设的是closed system 然后后来那时候 当时市场影响是external influence 然后后来这时候 Kain's theory 就出问题了 就不是那么popular 政府操作也会出问题 然后那时候很多研究政府操作 所谓public choice sales 然后强调这个government investment 研究public finance licky bucket sales 就是什么政府 就在打水桶一样 你很多税收钱进来 只要透过政府之类 它就有很多洞 水就流出去了 为什么 你只要任何钱 经过公共政策 然后变成公共项目 然后透过公共组织 透过公共平台实行的话 中间就有很多浪费 我们还是不要说是贪污 但是就有很多浪费 这是最重要的体系 所以他们就传统了这一套 那 supply chain economics 他就强调了 不是不要靠政府投资 那强调是什么 back to the market 回到市场 他就是强调好了 以往靠政府税收 对不对 这个政府的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 然后后来变得不是靠政府 他们理论说 我们不靠政府 我把tax return 我退税 然后这个老百姓有钱之后 他在invest invest in market 有私人投资 这样才create the demand 他说supply side consideration 刚才先前Keynes 他是从garment create the demand 他一直到现在 这个还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但现在最近美国这个经济不景气 受了所谓的次贷 风暴的影响 你看布许他做了决定的 在1月中做了决定 还是想退税 这还是他们的影响 supply side comments 退税 还有behinds quality demand 在那个时候都有这些 我就是那个时候到美国去了 就学这些东西 我记得我那时候学的 我学public finance 还有学的所谓flat tax system 就所谓 因为美国税太复杂了 就是分不同的 然后各个状况 我记得两个好 Stanford professor 也学的那种 就是flat tax 就是一个税制的 大概六 比方说我们订的税率 百分之二十 或百分之十五 他在算起来 事实上也跟现代操作一样的 为什么你讲 可是这个 你想想多少年 还是从来没有变成政见 从来有变成政见 我忘了的时候 明明Rash Pro Pro纪念中文文化 可以讲的 这从来没人采取 为什么 它不是efficient的问题 不是说能够做到问题 因为这个tax system 它牵涉太多的利益了 太多的利益都在这个system 所以你认识理论很好 没有问题 你造的那个flat tax 单一税制的话 对这个政策完全是一样的 税收一样的 而且更方便 可是从公共的制度来解决的话 就是出问题 因为你牵涉太多的利益 这个利益 好 这是我们叫做 Regen Revolution Return power to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那时候就所谓 cut back 在以往从来没有考虑到 所谓 我们还要cut 他的program 可是从1978 从1970年末起 美国没有钱了 尤其在地方政府也没有钱了 在以往地方政府 它没有钱的话 它就是很简单 它就有通过征税 从5%到6% 征税1% 议员通过就通 就行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 美国的老百姓 实在受不了 不断的征税 然后经济又不好 对不对 他们就有个 从California开始 Start from California Proposition 13 13RT 它就是通过 就是以后地方政府 你要征税的话 不很难 你必须要透过Vote Population Vote 建政策 就是要大家同票同意 你才行 这就难了 这就以往只要无有的人 议会代表着 现在不行 要真的 那就很难通过了 然后从那样子 真的影响到其他各州了 所以在这方面 就是说 所以美国地方政府 它也是 受了限制的 那联邦政府 大家想想看 联邦政府 在那个 在那个70年代 它一方面 external 在外面要打越战 一方面internal 它有这么多great society 什么social welfare program 都要花钱的 所以从六年代末期 70年代就开始 非常把这个defit 联邦政府预算赤字 就增加很多了 然后预算赤字到1980 到Reagan 变成总统了 赤字更大 为什么 Reagan他上来 他要建立美国的信心 他怎么建立美国的信心 他就把这个 国防预算大量增加 大量的投资 但是他那时候不但传统的军会增加 他有所谓strategic defensive initiative 算是心战进化 对 他那时候跟那个 Soviet Union在那个nuclear power competition nuclear war 他后来就说 我会跟你竞争这里 我发展在太空的方面 也就是说 它技术有这么高 以后啊 你上来后 在你还没有reach 我们在那种laser 就把你打下来了 他这个 当共产兵出来的时候 Gobachiff 他们就给拔了 就是因为 这个竞争啊 Soviet Union它的时候 经济也是受不了的 军队已经受不了 所以才开始论坛 所以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开始慢慢恢复信心啊 这是Regan的贡献 可是不要忘了 你想想看 Regan他一方面要花钱 在军队 军备方面花这么多钱 另一方面他又减税 所以预算是更来越来越高 这就是在80年代的那种问题 所谓cut back manager 可是那时候就强调cut public programs 然后怎么样terminate public programs 在公共项目方面 那种结束 没有项目的结束 也强调quality 那都是说Japanese manager 影响的 现在讲的这些和大家同学 大家比较有概念 因为这跟你们年代很近的 90年代 我就讲了这个 Main of public issues Petal party deficit 这是主要问题 Deficit 经济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选举 Between Clinton And Bush John Bush Clinton竞选口号 Clinton竞选口号 Economy It's economy Stupid It's economy 他为什么讲这个口号 因为老 Bush 他是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 他做过这么多的职务 除了做过Vice President Regan的Vice President 他做过CIA Director 中央情报局的局务 他做过UN Ambassador 他甚至做过中国的导师代表 Ambassador 他做过很多职务 他还是Representative 他也是很聪明的人 然后在选举之前 他刚刚去打了一个 海王战队 对对对 第一次海王战队 而且打赢 他那时候 population 有见到survey 这么海 80% 大家对他 support 所以他信心满满的 他认为他进去是绝对没问题 结果那时候民主党弄来弄去 后来就是出来的是 Clinton Algo 叫做Vice President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看电视批评 就说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外交经验 他们唯一有的外交经验就是 叫做International 吃的 我们美国有的一个餐馆 他卖的一种饼啊 他那个餐馆是International House 他说他们唯一的经验 就到那个餐馆去吃过International的东西 这是批评的 他认为说你们应该 民主党派出一些大老期来的 那时候民主党那时候大老期 大老期是所谓的 那时候纽约州州长郭姆 可是后来Clinton打不死 张罗一路就上来 现在Clinton中间遭遇了很多挫折 大家就晓得 就像这次Hillary Clinton一样 他也遭到很多挫折 他为什么一直用来 他们夫妻就是任性 所以Clinton就赢了 Clinton就说 就平常说Stupid Clinton是经济决定的 不是说你在外面打仗 射到什么东西 不然Clinton赢了 那Clinton自己才做得不错 或者澳洲那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 他是根据Public choice 根据Conserving movement Anti government 就是说 也能强调这个所谓 reduce the side of government 减少政策 involvement 然后more competition 但是根据欧洲的 因为欧洲有很多State-owned enterprise 大企业 国营企业 然后非常efficient 所以这样 在美国不是这个问题 美国后来它就所谓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它就是根据所谓quality 日本的 日本的 Japanese management 然后再介绍很多新的 别人进来 然后后来就参加了所谓 Rain American government Rain American government 就是后来在Clinton 我们最近很强调说 也是要把这个政府作业 这变得更efficient 变得更专业 那麦尔森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linton是确实做得不错的 就是从他们作业的 我刚刚讲的 Social problems Social welfare problems Clinton就改革了 reform 后来这个情景就减少了 当然现在还是有 就减少很多了 现在很多问题 就变成新的immigrant 美国现在大家知道 非法移民很多 illegal移民很多 很多都变成这个问题 每个世代有每个不同的问题 reduce federal budget 肯定能够把这个 圆满预算资质减少的意义 那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 finance sector 一个财政部门 New economy 那时候所谓的high tech economy 我们还讲的时候很多人 投资都发财了 hig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还有更多的所谓 reduce national 所谓government performance result act 1993 就是说新的管理 强调 他们新的管理人员强调 outcome 结果result origin 以往我们的管理要强调 我们应该继续比较用系统里面来分析 input output 中间是black box 你想想看 所有的management都强调的是black box operation 我们这边improve the operation 在公共public management 我们也想怎么样 针对这个input 我们reduce怎么控制 怎么设立目标 在作业的时候怎么检测 到最后达到目的 这是想法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 based on performance outcome 就是结果 result origin 当我们评估 以这个做的结果如何 他就是说 就是概念 概念的改变 概念 就是在90年代的开始 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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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的 他下来自己 他没有下来 就做完两顿 还是不错的 他就私的不好 但是 美国人对他也是爱恨分离 就像Hillary Clinton 喜欢他的人就非常喜欢 讨厌他的人就非常表演 这个是没办法的 我这给你讲的是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这个 实际上大概学者方面 大概都晓得 这是 强调说 cut in red tape ask the people to be accountable customer first 我们把这个 本来是citizen 我们把它当做customer customer satisfaction 都是我们的理论 还有这个所谓 那是有何强调的governance approach 这个都是新的概念 我待会讲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到我们21st century 就是现在目前的问题 撞回土壤 同学 我那时候做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后来就稍微改改 我以前来报告的时候 我以为也有讲到这位 在美国这个Bush 我不讲过 他刚上来的时候 他也是想做的很好 你不要忘了Bush 他有一个Degree 他是Professional Medicine Degree 他是MBA Degree 他是MBA从哈佛搭的 所以他是有专业管理的方面 他在Texas做的也不错 所以他刚上来的时候 他也要强调管理 他要介绍的所谓 我们后来介绍 Bankmarked study 就是政府每个单位 要做迅速管理 performance indicator analysis 要做这些东西 他都是也强调的 可是后来就发生了 September 11 就是terrorism 9-1事件 冲了之后 整个就改变了 所有的内政外交 都给全部改变了 后来就完全就focus on terrorism 反恐 即使后来的war Iraq war 他还是用反恐的军军 但是打了Iraq war 非常stupid 没花了这么多钱 到现在很多人都很反对 然后后来还有 我觉得用Probbing Sex 依据除了man man disaster 就是terrorism 还有natural disaster 那时候在我们那时候 Hurricane Katrina 大家记得吗 Katrina 在New Orleans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对 我那时候做报告的时候 学生并不觉得怎么样 这次有earthquake 大家才晓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会影响了政治作业 然后影响了很多行政改革 社会的影响 Katrina 然后Global Challenges 有很多行政改革 因为Song's Invitation 就是很多行政 不管人员问题 食物问题 很多的 还有Evivalent Challenges Evivalent Chain 就是慢慢地 我们也针对了这个问题 在这个学术的发表上 你记得前面的所谓 潜调说的New Pallum Management 然后后来潜调说 安泰伽伦 然后后来到这个Governance Approach 现在就强调所谓智力 强调所谓 Pun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政府跟企业 还有所谓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的 就是NGO non-guarding organization 就是所谓work together 你看我前面再跟你讲一讲 所谓governance approach 你看它所谓 from agency program to tool 就是以往啊 我们讲的东西就是 研究的是政府的agency 政府单位 公共政策 公共组织 公共这个program 像 可是到后来 改成到tool 是管理的 治理的工具 方法 然后很多方法 不是靠传统的方法 它是很多新的方法 然后from hierarchy to network 就是以往就是政府的层级结构啊 就是研究的 可是现在不是 是强调是network 这是新的概念 是东西的概念 然后 然后 这就是我这样的地方 就是所谓当成 from public versus private 以往就是政府跟企业 是竞争的 政府管企业 对不对 可能就是regulate 现在的public class body 就是所谓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它能写 然后combined control to negotiation 就是不能像以往那一套管理的 这就是它们的理论背景啊 好 然后 这一套理论背景 现在很多做研究就是所谓 network theory 就是现在 你如果现在看我们公共管理的研究啊 发表了 大部分都在研究 collective government 合作型 这很多发表 然后用的理论就是social network theory 社会 然后可能调到 third sector manager 第三部分也就是所谓 nonprofit manager 非营利组织 中国叫ngo nongarment organization 这个影响太大了 同学 你们这次是因为地震啊 然后你发现社会捐款 或者怎么样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你想看 98年 大概 差不多9890年了 我们就成立所谓 nonprofit manager certific program 然后下来 2012年 我们就成立master degree nonprofit manager 就是非营利组织的硕士学位 为什么 很多人都想读这个 读这个 他学为什么 他学了 如何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公司 就是他自己可以做的CEO 一方面可以做好事 一方面他可以自己经营 我现在上课 我们每次开很多行为 就是非营利管理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争取某个事情 有人捐钱给你 你怎么样 运用这个钱 或者你成立过是 你怎么样向外面 募款 这就是什么 然后你用了非营利的话 你不可能 你是靠很多volunteer 叫什么 志愿者 你靠志愿者来帮你做什么事情 跟志愿者管理有什么问题 volunteer management 就是这个询问 volunteer 所以他很多人他来是 他是有很多passion 他是想做好事 可是他忘了很多面子的技术 或者很多人他做了以后 他又觉得跟他原来想的不一样 他又draft 很多这个turnover也很高 所以这个怎么管理 volunteer management 我们都有好多都是这个课的 叫什么not grant 所以这个substack command 也就是说 你比方说 我能强调这个 就是你在这个 我们强调的业务 也就是过去几年 过去两三年 甚至今年 甚至今年 或者是 真的一找工作的话 在我们的dynamic 方面 大家要的都是要 specialization professor specialization in non-profit 大家就是 大家实际上是BD BD BD 就是e-garnet 对不对 就是电子真本这方面 这也是个发展 这是你做的technology 然后Emergency crisis management 这是也是因为 我当初写的这个 文件是针对美国的 我们成立一个certificate program Emergency management 因为我们Trona 一直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课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hurt 我们有hurt 所以我们一直要强调的 Emergency management 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课程 课程 我成立了一个 背乱 为这条例子 非常有了解 这个意思 Mindex application 这个 就是 就是 Application has a war on terrorism 他对他们的理论 他认为是帮助他们 Eraq 他今天还在哪个国家访问 昨天他做的 都考了 speech 还是想要说他们做的对 事实上我认为 不可以 Performer'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这个是 很多地方这么强调 做这些问题 可是事实上 真的又不会影响孩子的问题 可是大家还是在 言对这个绩效的 Programming cut Dunside implementation 还是一件 为什么最近几年的地方政府 因为受到经济影响 就是 巴基的卡 就是这些问题 那么 各位同学 我刚才强调的时候 你看看 这个Dent development 很多事情改变了 跟我们传统的 publication education study 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以往 我当初去学的以往是 直学于 管理政府体制内的 学政府体制内的人事管理 预算管理 政策分析 可是到现在这个程度 已经不是光政府体制内的 但是政府跟政府体制外 如何政府 因为它政府不自己做了 它很多事情不自己做 它就是 弄个效果 然后分给 私人企业做 或者分给 non-profit的男人做 那么在这个过程的话 往往都是要你拿 proposal 他用这个方式来做 他的费 他也不是用所谓的 所谓的 general text 也不是 他用user fees 使用的 就是说 很多的做法 有点改变 那么 传统的 他们最近这个 educational research 现在就是 所谓的挑战 所以我们到底是 走什么样的路 这是他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如果看 如果他就想到一般研究的话 还是强调所谓 skill 还是强调所谓 这都还是所谓 微观的 那真的想的话 整个学科发展的话 是从宏观的来看的话 这是turning code 这方面会转新的 这就是 我这个 关于这方面的报告 那么 我再稍微强调一下 我这个 我这个 稍微 我讲这东西 目的 算是讲美国的 主要还是隐身 想说 因为大家还是讲中国 对 也就是想 给我们这个 公共管理这个 我给大家同学是介绍的 明明就像听故事一样 听听美国这种发展 可是如果说 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我希望这个 我们这个同行 研究者方面 还是我给提供你 一个参考 framework 就是 针对这个issues public issues challenge issues 然后 innovative ideas economic theories application experience 应用经验 这个framework 给你做参考 那么我现在很简单的介绍 可是我希望 留很多时间 让大家提供问题 这个应该就 没什么 没什么关系 我看看 还有没有 应该是这样 好吧 我介绍的很简单的介绍 那么 文明社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是习惯 美国社的做法 就是 有很多东西 你不问我 我不讲 就是其他同学问问题 我们美国学院的中学 上课都问问题 不是说同学是听的 对 很多东西在透过问题中 才了解 对 对 讲大声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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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很担心 所以听出这一点问题来说 那么 这个是 以往 也就确实 我们尤其在 就是科学 科学管理的时候开始 完全是 热学了科学 然后到六年代 七年代 认识造成所谓 我们强调社会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就非常理性的分析 然后到最后 可是 先是西蒙 或者说 就是说公共决策 不是那种理性的 因为公共决策 会受到时间 看 还会受到 资源的 所以你部分像企业一样 你能够做得 完全理性的分析 因为 它不干的 你必须在年度一年内 你必须要做个决定 做得很快的 做得很快的 所以 你没办法说 完全分析好之后 它不会这样 也同时 那还有我为什么讲的 incremental approach incremental是 中文叫什么 间谍式 也就是说 很多公共政策 它的改变 是渐进式的 就像 也不是做 fondamental analysis 也不是说 基本的分析 好 那么再回来 回到您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认识 所谓的 bonded rationality 或者我们不用 eficiency 因为satisfaction 满足做这个原则 那么实际上操作的话 实际上 你为了说 后来发展了 实际上操作 你看我们所介绍的这些方法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是绩效评估 然后后来再有些 它还是建立在理性的模型上 它还是要帮你 你说 我们这个要做绩效评估 比如武汉市 比如说一下评估 我会看到这个报告 现在 这个根据整个效果 这些指标 比方说 我研究地方经济发展 很多指标的时候 你当你这个地方发展 增加多少就业 new jobs 或什么 这都是rational 可是这些rational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是讲的 可能所谓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可是它还是 强大的所谓 要用rational 建立的标准 比如说batchmark 来做的improvement 可是我们理论 说明 这个是public sector 我们已经了解了 定义管理要考虐什么 来做解决 所以你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为什么 就是它现在还是很强调 因为这个管理的东西 老师教你的东西 还是有点什么 你学 我每次我记得 我有教过business 讲business 就是garden 社会 也就是讲business social responsability 企业的社会 我记得business 学生讲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说同学 我讲的这些很重要 我说你想想看 你这个学的东西 同学 第一次同学很认得很努力 整天算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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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 中间accounting 中间accounting 然后advanced accounting 还有管理快捷的东西 我说你这就是分析的东西 分析工作 我说这些东西是帮助你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 找到在公司里面做这些东西 当你真的到manager没有的话 你是要做决策的 你不在做分析的 我说你真的到更高的 做CEO或VP 那你根本不会做这个分析的 你接触就是所谓 公共政策对你的影响 政府还有政策改变 对于企业的影响 直接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政府做业 就不是invational 所以这种训练的层次 我那时候给工业实际上讲 学习你还要学习invational 可是manager你要认识 社会人们都是invational 没有认识的 invational factor 我这解释 有稍微回答你问题吗 你问得很好 因为确实这样的 他现在你学习还是一种 rational management 然后很多政府作业 很多新的manager technical 他还是一点 你看我并没有说特别强调 就把我针对某一项 也许胡晓鲁老师来说 我讲 strategic planning 我讲战略计划 或者我讲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我也可以讲 可是我都觉得这东西 come and go 任何这个公共改革的办法 来了 隔了五六年的时候 然后下次有新的东西来了 然后不断的话 我做年轻老师的时候 我们是a citizen professor 那个时候正强调tqm Polar quality management 然后我们学生在学 major 就是city government major city manager 大家不要学 整个inclusive tqm 大家开会 identify mission 或什么东西 一大会 隔了一个东西 这些rational manager的techniques 就是come and go 来了 可是他还是会强调 为什么 policition 或是policy makers 他来以后 他会针对社会的发展 理论的发展 他会选出一个东西 做成他的执政的主要问题 就是说 新人新政 他会有他们一套 来强调这个问题 我相信 比方说奥巴马 如果奥巴马当选的话 他说要改变 其实改变不了 他如果说到处理用 他也会引进来 也会强调这个东西 可是 这个新的理论 它会影响有多少 就是我所谓的 这个framework 就是 然后你做feedback 很多理论 来了一会儿就走了 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你看你一个问题 隐身我回答多少 你还说很多 好 来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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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方面發達發展起來對中國整個目光的事業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次疫症或者受災更多方面我覺得NGO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能給我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我剛才能跟他老說過中國想學一些話 他說那你回來吃什麼飯呀 你回來哪裡工作啊 他留在美國 美國很強調這個 我想看一下你的小法就是你覺得NGO在中國的發展 就是說可不可以發展起來或者需要多少點或者是這個發展方法 你也看吧 我先講美國的事情 中國是也許給我懂的 我剛已經強調了 在最近三年我已經注意到 在我們教Market找工作的人 就是教書這方面 第一個熱門就是教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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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多中國年輕人啊 那個時候我認識他們還是騙去學生 後來這個 畢業了 工作就表現很好 有一個 他是 南加拿比人 那時候我認識他 他說 他就研究 南加拿比人 說什麼話 他很早就研究了 回來到Aruzana State 工作 去年報告他做 他現在已經到Georgia 去教室了 就是 機會是這麼多 薪水給了這麼多 就是南加拿比人 背影的組織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方面提醒這麼多的人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Market 美國是市場的經濟 因為 有人 有人學 你採取 所以大家都強調這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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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課程啊 我比方說 他要求的 你要學的是 我們裡面最研究 叫 就是 戰略文化 有個 volunteer manager 然後 contract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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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這些課程都非常實用的 那麼學生 學生也對這個 有興趣啊 因為他學了之後 他 美國這個 社會 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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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 每次有戰略發生 他不是靠聯邦證明 他都是 大眾 他們家的社會 Christians在 基督教文化的 好 一部分 有人說 基督教文化的說法是 虔誠的基督信律法 你大概要把你薪水的 多少 心理的捐血 哎 你看 這如果我編 凯老師 也想說 這百分之十 你有一百塊 你要 十塊 最後我們樂於捐血的 那麼 那麼 在這之前 他們幫你捐血的 所謂 not-but-organization 像 United Way 或是 United Way 或是 United Way 可是他們都捐血到 這一道 charic organization 在慈善上 有些捐血到 religious organization 就是宗教 它 因為宗教它 可以做好的 可是不要忘了 在那之前 發生太多scanity 太多醜聞 就說你去看 我每次去看 你去看 那些慈善產品 或者中藥產品 我教這個 program evaluation 我每次都學生 研究個program 我很多都是 non-project 然後我其中一項 就把他們 預算給拿出來 就很難 他們都不願意講 預算 他們每個人都說 我缺錢 我需要錢 可是他不願意講 他怎麼花的錢 他錢從哪來的 不願意講 事實上這很重要 我就知道 你看看預算 他錢當時是誰 從來的 還有政府捐款 政府的contract 或是私人捐款 donation 特別是foundation 有些人 從來的 可是在revenue side expense side 在資助方面 你看什麼 比如像 unitivity expense 行政支付 它很多這個 其中它的行政支付就很高了 行政支付很高 為什麼 到後來 他所謂一些manager 在revenue side 他說 他也是所謂professional manager 先介紹一下 他也是專業的行政 所以他給他自力配 是非常高的 那時候 如果醜聞 例如說 exact director 在revenue side 或者revenue side 他們給自力 年薪就非常高的 這是問題 所以後來 大家就曉得 這個必須要專業 然後我說 政府他還來改變做法 把那個錢 政府做 給這些非英國的主席做 或者機關做法 他給錢 他 我記得成立的項目 就是因為政府官員說 不把錢給他 我不曉得他 他資格怎麼樣 他現在做得怎麼樣 他希望 這個票的行動 這是在美國 所以這房間是來熱門的 那麼對於同學來說 同學學者 他有沒有passion 他對哪個項目 他覺得想特別 比如說一些對親愛的問題 或是貧窮國家的小孩子 教育問題 他用一個特殊項目 他就做這個法國 他是很多 他先生跟他聊的 夫妻兩段 有可能想成立一個非英國組織 然後他有他募款對象 他有他們支持了社會 或者宗教團體 然後他就職位 他一方面也賣自自己的這個 拍攝自己的熱血 一方面他就能夠維持生活 而且也許有一個中央差不多 都在裡面 在中國 中國 我是不曉得中國以往 因為中國主要是政府 作業的政府 提供所有的這些事 這個 那麼這次好像地震 看著中國這個社會捐款 非常多 然後這個愛情 可是好像 這個所謂的重裂組織 不管是NGO 或是NPO 好像還畢竟是完全規模 很完善的 也不是很多 對不對 你像在美國 它有時候 民事實質的 中國好像 是宗教的 也不是很完整的 對 然後那個實戰的 就是中國的 美國的 美國的 中國的同事之會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當然我們想 就是說 來 來 實戰 實戰國會 對 對 就是說 不像美國這麼 這麼發展 我在這個 一人一發 議論完以後 好幾個單位 像我教學的捐款 就是中國 針對中國的 我們當地的 我們華人協會 然後 然後在外地的 中國的華人協會 跟聯繫 在美國的捐款 是很正常的 我們評論是捐款 然後 我們評論還是捐款 對於自己的學校 就讓人覺得 多可思議 但是我覺得 我學要辦得不做 我系的辦得不做 我還捐款自己的學校 然後對於實戰 就是正常的 所以它有這麼多的 單位實戰的 然後說明 那中國 我相信 這次這個事件之後 它這個 大家會對於捐款的 這是社會 獨立事業 但是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我覺得 政府震慎是 這個動作的動作 它是不是會覺得 因為這一塊 它不需要有這個 但是很多 很多志願者 我記得那個 有在那前幾天 有些人做的演講 王仁希爾 是志願者 這是很多中文志願者 以前對志願者研究 不是很多 我照別人覺得 你這方面 這研究 實際上是在國外 都會有很多 可是這次提供 你很好機會 所以你如果出去 讀這個東西的話 你如果留在民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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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民國學 可是當年畢業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了 大概用別的為例 叫什麼呢 可是大概 可能中國 中國這個社會 如果所有社會 會發展的話 大概也可能會有 強烈進行 因為中國 武漢大情侵 很無法 用民國的情侵 現在到現在為 還是非常見 大聲音 我對於中國的 中國的 中國的 非常恐怖 但是你剛才說的 已經跨到我 很曉得到 那就是說 在美國 這個 老百姓他信任 政府 他信任地方政府 他不信任 國家 這個 他們非常愛國 他說愛他的總統 不愛他的政黨 對不對 但在中國的話 像你剛才說的 他信任國外政府 當然是 不信任地方政府 那是我的 你封我 不是我的理論 可能是我的理論 我覺得 因為這個是事實 這是你說的不是事實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在 在許多 中國老百姓 我覺得他們 都有非常 的看法 一方面 我覺得是可能 地方政府 可能 比如說 關注力 可能就影響到 基本上老百姓 對 這個 但是我也相信 在美國 美國的地方 他們 他們 是不想做的 讓 極小老百姓 可以信任他的地方 而且 中國的 地方 他們 做法 美國 我幫你 我幫你 因為美國人 事實上 好幾個老師去過 美國的事實上 一般的美國人 他對國際事務 根本不瞭解 只要問他 國際人 哪個總統 國家的總統 他根本不瞭解 美國人比較關心 他地方事務 非常參與地方事務 對不對 所以他參與地方事務 其他地方又瞭解 比如說他作業行為怎麼樣 所以他就 比較 我所謂性能 就比較接受 因為他有參與 了解 美國人 他非常關心在 community 的地方 其實牽涉到 另外一個同學 前進節目的 女同學問他 她說 我太太 有工作 我說沒有工作 三個小孩 三個第二個之後 就有工作了 因為工作很實在 所以不工作 這怎麼辦 然後我們美國 我說美國好像 不工作也不正常 人家 或者其次 沒有什麼樣子 可是並不是說 他們就沒事做 美國的家庭組合 他參與的社會 很多的 也就是所謂 volunteer 工作 學校的很多 學生活動 都要參與 還是要捐錢 美國是捐錢的 這個女生 都是捐錢 我的大兒女 他在 米歐斯科 打那個 球隊 不想捐多少錢 不是我捐錢 別人捐錢 但是 給學生 因為他很多不是靠這個錢 做 也就是透過這個 同樣的地方事務 他就是 你看看他每次有 大災害的事 也不是靠政府 也不是靠聯邦政府 靠聯邦政府宣布 從公共政策來幫助 你 你像 insurance 保險 賠償 聯邦政府專訪過來 可是他很多還是靠地方政府 靠民眾的幫助 所以 因為透過這個參與 參與 他了解這個地方政府 一般比較相信 那麼為什麼對聯邦政府 它比較 就是 信任度比較低了 就是因為 聯邦政府到上去以後 他先到很多利益產品 因為利益產品太大 利益產品太大 比方說 軍火 中國銷售 利益產品太大 我都一直懷疑 不許他去打 美國政府是跟軍火關係有關 跟實用事業有關 當然也都有這種懷疑 可是 改變不了 因為他們影響太大 美國政府 對這個也有點無可待 美國上沒有人改變 我沒有看過一個人改變過 也許有人想改變的話 在改變的過程中 日本人還有啥子 這是 您好 請問一下 您能簡單說一下 您能簡單說一下 成熟的 市民社會 跟市民社會 您來自臺灣 請問一下 因為臺灣的慈濟會 是作為一個 一切比較大的 你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 它的發展史意識 還有就是跟以前 臺灣的威權政治 的結束 一切 所以我問一問好大 你先不想想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成熟的市民社會 你說的是 公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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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對於很多的理論 當初的國內學生 學生的理論 國內學生學者 理論非常好 可是我後來就說 我畢竟前來 我沒有在做到 我根本沒有發佈的問題 每個學者 以及學長 莫容的 李老師 這個理論 他非常懂 因為我看 很多理論 不是用這種理論 那個理論 它是在國外發展 它有國外的環境 比方說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 在國內還是在一路建範 還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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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不是這裡 我在杭州 開的 就是 應該是來回 這邊去 這邊過來 我去看那個車子 從那個職業 它另外發的走 1.4秒 這個車子 就這樣寫著我 坐得下了 膽戰心驚啊 拉到很多 就是 公民社會 像這個 承受住 我覺得 中國在這方面 你都 經濟發展起來了 大家 生活物質享受 真的太好 比我們美國 好看 吃了 用的 你穿著銀牌 我穿著沒有一件銀牌 對吧 對 在美國 待久 人家說 說話洋氣 發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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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吐氣 穿著吐氣 反正 這個也是這樣的 所以 中國的發展後 有這樣的 它是 我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很可惜 你沒有看到 沒有大型 你已經起來了 它能夠在一個 社會 社會 我不曉得怎麼講 就是 公民的差異 公民的影響力 不是政治影響力 這就是社會方面 也會進行 你剛才說的 慈濟 慈濟其實 我覺得他並不是很了解 可是 我為什麽 非常驚訝 他影響力重大 他影響力到不大 但不是因為政治人 我在十幾年前 我注意到 在我們歐萊伯爾的 唐靈裡 就有很多 慈濟的會員 影響力也非常大 還是 只有老外 參與的 對 再來 然後再來 我受影響力的 第二回想 從1911年之後 美國政府 一下子允許兩個人的慈善 慈善團隊進去 一個當時是 國家的團隊 另外一個是慈濟 台灣的慈濟 然後 後來的泰國 就是泰國的例子 像在 佛羅斯的 緬甸 你能知道 你能看到 軍隊被攻擊 以後 其他專門的慈濟團 都不能進去 就是台灣的實際 他那個 我也覺得 他那個是 他的發展是 因為 你突然 我不曉得 他的 名號 大概年來月 他成立的 不曉得 他是用什麼 改造的 然後 很多企業家捐錢 然後 台灣人捐錢 他不可以捐給這個 不捐給他們的 同時 大部分捐給 工藥產品 實際 他的捐款太多了 然後 你可以看到電視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 他們會從來 穿著特色的製品 藍色的 複製品 還不一樣 實際看來 發生其實 不是大災 很多一個很簡單的 社會案件 出了一個家庭 出了一個災害 往往你聽到 他們就有人在安慰 就是直接利用 很多 那時候的 洋愛的 旅遊 尤其在這邊 出車禍 或者大陸 有個台灣出車禍 大的車禍 我記得在病房上看 在病房上 在旁邊安慰他們 實際的 所以很奇怪 他們確實不是說對的 那個 我記得我曾問過他們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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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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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像其他美國的一些 時尚這樣做 他沒有做像其他美國的其他 時尚這樣做 食尚鑊加 他還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成立一個 賣東西 然後 方法很有力量 請問您一個關於應急管理的問題,中國應該實行的是西安基本的模式, 比如各自示範發生大陸變成之後,來美國之後,民主就趕到市場, 然後就把我們全國的人力運動來迅速進行救濟,最後能得到全世界人力的戰略, 而美國就完全實行一種和中國相反的模式,它是一種地方政府的模式, 因為根據美國的法律的話,即使美國總統親自守護, 或者主要大型的災難量的話,不看這個也可以不清。 那麼,就有很多人說,美國這種具體模式的話,它可能提到什麼弱點, 比如說個人可能要對民進入力,提到什麼缺陷, 那麼您是怎麼看到美國這種應急管理模式的,它是不是有這麼多的缺陷呢? 對,你這個問題不很好,我剛剛講的Emeralism Management, 其實我留下來沒有解釋,我就準備了一些問題, 因為,因為我成立了Emeralism Management Program, 比如我講的Emeralism ManagementPaper的課程, 比方說,它就是我只能至少四個班,四個可能, 它是兩個P,兩個R,Emeralism Planning, 這個應急的計劃,就是Emeralism Preparation,準備, Planning, preparation,R,Emeralism Response, 然後,recovering,不遠的,兩個P,兩個R, 那麼,在我們福洛達,當時我們一定強調,我們這個方法做得很好, 那地方政府,都要做Emeralism Planning, 然後,可以放系統,然後我們一定要practice, 也就是用台風的能力去做能力, 然後,還有什麼simulation,要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你講到中國的情形,我先講這個災難性質, 這個Emeralism,你可以做四個Planning, 我們看日的,就是Planning, 可是Planning,就是Planning, 就是Planning,我們預報,才會來,我們貼準備, 你三月份的血灰,就是預報,你可以貼準備, 所以,Planning,就是Planning, 你沒有辦法準備,第一,是災難性質, 還有,Tsunami,那個叫什麼,那個也是沒辦法, 你可以準備,你可以Planning, 可是,突然來的話,你可以預測時間來, 比較短大,所以,第一,就是這個性質,不一樣, 然後,我剛才,李主元問的是, 針對的是中國這個行政組織來的關係, 因為,中國的當時,這次當時, 是總理進行下來,直接指揮, 當軍隊參與,當他們表現的, 成為優點,第一個就是, 我總理他個人的魅力, 我就是覺得,我在美國的時候, 他在講話,我們那比不大, 我們民意,我們不會隨便釣營,可以的, 因為民意大了,今天講幾句話,我們釣營,可以的, 沒收起,是這樣, 我記得,他講的的話,不是他說的, 那個,好像是軍人,讓他去做, 他說,好像有點困難,我說, 他說,你們都是人命養的, 然後,你自己看得辦吧, 對吧,從那個, 我那時候覺得,很受感動, 當時,我受感動,就像一般的, 從管理的去,給我, 從管理的, 我怎麼樣, 某些人去做, 他這個就可以詢問了, 他這個,要把我的管理, 我說,你趕快裝得去, 達成這個任務,我馬上給你升官, 或者,這個有一個辦法, 你不去,我馬上給你槍斃, 這也是辦法, 但是,這個是,你們自己看得到, 這是,很操作, 轉語的, 這個語言在, 另外,有一個感動的是, 好像看著, 既然能夠倖存下來, 就是, 宅存下來, 你就好好活動, 這個, 這個,這個讓我也是, 我很感動, 這個人生, 人生的不益, 我們是, 人生不常, 我們無奈, 當然, 後來,同學我想說, 他又下一個, 黨派都倆他又造嗎 對, 我都聽到, 算了人性的人, 發明了, 好, 這是, 這是, 是一個中國的 它有它的魅力 它是個人的魅力 這次做的一看 它也是沒有 信心很透明 一發的東西 一中二出報告 這個是一個問題 然後軍隊動員很迅速 這就出了一個問題 軍隊動員很迅速 軍隊有多種種的 它是軍隊救災的經驗 因為救災 尤其是兒子輩子的 這樣專門的東西 就是大量的小力 這個是南無瓦這方面的 軍隊有能力 也有熱誠 救災經驗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的 南無帶來就是 對民眾參與 這是有很多的特色 所以國際非常適合 這個反應的 當然不太好太多 但是之前話 西藏之前說的影響很不好 因為它以前封鎖 很多照片發覺 是假的照片 其實這方面 好 那麼再回到美國的問題 跟美國比較好 它不是說美國總統 離島或什麼 缺點的問題 就像你說的 它制度不一樣 美國是所謂 它除了三選分離 它是所謂 連邦政府 中政 地方政府 它是三選政治 它不懂的 就像你說的 我們每次放那個災難來的時候 這是周政治 我就舉例 在2001年 陸續當中的之後 我們那時候 周黨是監獄 是他第一 這關係好像太多了 然後2001年的選舉 我們 它是靠補充當中的工作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補充當中的票 對 它是靠補充當中的工作 所以那一年 我們分子來的時候 在準備的時候 他已經把聯邦政府軍隊排在 我們昨天到北京 Jorgan的過去玩 救援物資 其實卡斯托都等在那裡 因為他在地裡 關係很好 就是來了 四方的財政也都是很大的 他第一 然後看的時候 然後說要求聯邦政府 宣佈這個災區 要求聯邦政府救出 美國它是一個地方政府 分開的 只有在周政治 他做這個宣佈之後 聯邦政府才能進去 聯邦軍隊才能進去 聯邦政府才能進去 聯邦政府才能進去 裡面都是宣佈的 他不能進去 所以他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在台軍等裡 人家幫忙 好 宣佈以後 他們還進去幫忙 可是那一年 我覺得也不是很大的 可是這個 就聽你說的 他是個擔任政策 不許 他管不到了 不是他管的 那麼只有 像牛奧利亞斯 你忘了他造成很大的災難之後 世上 世上考不清楚 那麥克風政府 都在互相埋怨或什麼 到最後 聯邦政府所謂的 做得也不好 他也不聊天狀況 真的出了問題 後來不許還命令 一個聯邦軍隊 一個富士大結論 也是軍隊的結果 才做的東西 他不是說 不是說 親自主 他不可能 一個總統 是為了 美國的工廠 這關係 那中國 中間所得 國家是個管制的問題 這個 我猜是 因為這個地震規模太大了 所以這個 總理 學起來清楚 那至於 你再一個問題 就是說 美國的印記管理的制度 我注意到 我們有很好的制度 很多的準備 很多的練習 可是 我效果不一樣 有時候 一個萊州 我們反應得真好 我們就催 我們佛羅達 全美國是屬於主要的 非常好 可是由於 往往的時候 來的 我們沒有準備 有準備 可是發生的非常事情 一下停電 畢竟降很多了 所以 這個 我的回答就是說 其實我相信 有地方說 我不曉得CFAS 或者張立軍 或者這個 印記準備設施 我相信其實有的話 中國的印記設施 印記準備 它是從SARS之後 或者建議的 這很清楚 我們說 即使有的話 這只是災難太大了 也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 即使看日本 這個國家開的這麼好的情勢 如果這個關稅 它在日文化 一樣 不是 請問 請問 它發生的是 你要看這個深度多少 那是深層地震 所以影響不大 這個是淺層地震 所以破產就大了 就是 地震有發生 你不是光看的 你就是剛才看的SKILLS 你還看它那個 地震發展在什麼地方 然後 它是深層地震 還淺層地震 那些地方 因為我身上在太陽 我們從小地方 有二人會 所以我們都很習慣 都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 這個就是差別 所以你剛才問 你問的很好 就是 它這個 它這個 災難和炸火 和設計 然後它這個 邏輯制度的分析 我覺得不能說這個比較 美國它不是文字 它不是說 我們不熟 我一直講過 美國人它非常愛國人 它對 不一定愛它的總統 它尊敬它的總統 它尊敬它的總統 因為它今天代表了美國 它不一定要愛它 它尊敬它 它是用一個尊敬 用一個愛它 美國真的愛的是 因為我們上個 Kennedy 它是不愛它 Kennedy 為什麼Kennedy 那種講話 某些美國人 美國年輕的 它是不大不完的 那麼其它的 我看它的尊敬 只要帶一種愛 會不會說是 因為就算 各人的愛 就算 所以它很高 謝謝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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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還有一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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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凭词 这是变得有一个主意 我已经学生了 现在的Olander City 现在是Olander County 它的Direct 就是我们的学生 它本来是City Olander 所以我会到他们的 找我去 到他们的Universal Office去看 它就是一个在靠一个 很独立的机构 里面有很多 一个黑路口的Operation 它的萤幕 都有几个电脑 回忆来的电话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Conference 就是这对媒体的发言 它是一个平台的 然后都看到Manual 它会固定 到其他开始练习 你说的对 平时的时候不看到几个人 做这个Direct 所谓的Direct 副Direct 然后一两个Employee 没有人 平时没什么人 那他怎么评估当作业 或者没有人 所以你问的问题 忍不住 确实就是这样 它这个是 它有一个很小的 Universal Medical Office 可是它这个 等于算是这样的任务 等着又准备要学过 比如说Broken要来的话 它马上就 担任的小组 就起来了 马上 他们把这个 staff就成立了 就是 它是直接 入来 直接市长 或什么 Count 就是 Mayer 他就直接 他就直接站在 Mayer 旁边提供所有小组 然后 所有的 各干部都联系起来了 从Police Office Firefighters Restual Team 全部都建议team 它是这种 像任务的编辑 所以他平常讨和 我开大的时候 就看他们讨和 他们的完整性 然后practice 然后还有一个 我还亲自参与他们的 它是各的 不是光自己的县市 它整个我们Sentral Florida 各七八个县市 然后上去聚位 这些讨论的问题 因为这些讨论 因为这些讨论 只是Nature Disaster 其实上 还有别的Main Man Disaster 除了Terrorism 或是什么 Catical 比如说 汽油的运动 造成 洩漏 这都是属于印度的观点 所以在平常的时候 确实的问题是 怎么评估他们的表现 平常说 一般的作业 可是真的要盖答应 是在了哈登之后 才检查 所以他们这些行业 气体也是很好的 我那个学生 在那之前 另外的NPA学生 在内做 后来才有一个诺文 他对私人企业 拼取了大的私人企业 他也需要 公共性性化 去拼取 然后第二个问题 问一下中国 我刚刚已经讲了 中国这次 做得很好 我觉得 当然还是比较 人的意义很多 你看他是靠的人的影响 然后他是靠 这大德制度 军队的制度 是不是 不晓得神的体制结构 是怎么回事 这次还是靠中央力量 我真的觉得 这个省和地方的市场应该 查不出 或者说什么事情 都要从武器上去 类似它 事实上它确实 能够有明秀的 可是 不好 但是 我们建立一个赤字 打贝 这是中国事 但是 你看看 他们缺钱 对 很多 你没有缺钱 对 你有缺钱 你也有缺钱 对 要缺钱 对 对 你旁边的问题 有没有 这几年我们 听国家的约约时间 此刻 这个七号生意 虽然是 我们国家的人口 这次 西域太远 他说 西域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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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西域太远 的 这次 又导致了 一个 人口老迷化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问 就针对中国老迷化的问题 我们应该 怎样 将这些老迷人 有效地管理起来 是不是對老年人的活動 或者說我們是不是可以 總之對老年人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這樣讓他們自己感到不及 對社會經濟發揮當中的問題 你這個也是很不錯的問題 倒不是跟基法生意也有關係 可是我們在美國也有這個問題 像我們那一代我也算是 我們叫baby boomer generation 就是我們在二戰之後 我們現在十年陰兒長了 為什麼叫baby boomer 其實你想為什麼那一段時間生涯特別多 戰後之後夫妻剛剛在一起 就是拼命生涯 所以那時候孩子生的特別多 這個population的人口 跟經濟發展有太大關係 為什麼美國在80年代 從70年代80年代 就是經濟發展了 就是我們這個baby boomer generation 就起來了生涯了之後 然後慢慢地 我們就要退出了 退下了以後 退下了以後 然後就是 在新的接著了以後 在美國的社會 它沒有時間進化生育 它人口經濟的人口也是不夠的 我們這個社會社會 我們以前講過 比方說 有它40個年輕人 養一個老年人 它以後大概變成20個年輕人 養一個老年人 我們把這個都算過 所以它這時候 考慮了 這個在第一個把 把我們退休年齡 給社會社會的年齡提高一點 以前是60個年輕人 所以你覺得現在給多少 變成67歲 是不是 弄一點 然後這個 在這個社會方面 還有一些做準備 比方說我們一個 我們一個很好的節目 這個特殊單位做的 叫Succession Leadership Succession Management 我們就準備了 培養下一代的Management 好多單位已經準備了 提供了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 就開始要推出了 怕新的人 沒有得經驗 同樣的 我們展望部方的 Succession Management 我們有個協會 為了Succession Management 社會說 這是個大成果 他們就 他已經做了Succession Management 做了三四十年 非常有經驗 做的Succession Management 不容易 一方面要撤回不同的老闆 選出來沒有 一方面他不來有這麼多事情 他很有經驗 可是他就是希望 年輕人也參加了這一行 所以他有法律經驗的傳遞 這是政治不大 我們每次做的conference 做的進化都有提供 開導人的訪問 這是一個 所以我們提供了這個談論 至於說是如何運用 年紀大的人 他的經驗也有的 美國很多時候 剛剛講的非營業機構 他就是運用一個年紀大的人 他的經驗 我記得我以前參加的 Client 他一個退休的community 他裡面退休了很多人 很多好的經驗 他以前是工程師 是accountant 等等 我們要成立什麼項目的時候 就可以要求他來幫助一下 他幫助的時候 他不用給他多配 少數一點錢 那麼這些機關團體 他還是要 很多退休的地方 他還是得把他再聘回來 不是fotan 不是fotan 就是不需要 負責醫療保險 社會有什麼 少數錢 然後還是要調整 就是說 並不是決定性 你退的 決定沒有用到 接下來這件事情 他還是很可能 在一共要對 那中國的 我不曉得它的 這個ratio 就是 多少的年輕人 兩年老年 我那時候 我也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我退休以後 我退休進一種辦法 這個 那個 後來我發覺 也不會 解決美國的問題 我不想解決中共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對 inligal移民 非法移民 這個是很有意思 非法移民 都是很多年輕的 我們缺少這麼 缺少之後的 勞動工 所以 美國有很多 大家曉得 美國一般老百姓 不是那種聰明的 他們關心的就是 關心動工 關心那個 JIMA隊 關心這些東西 可是美國有一群人 確實他真的 關心公共政策 真聰明年輕 要是非法移民 造成美國很大的問題 或者什麼 所以他就是 可以考慮 我們怎麼樣 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的名義 把非法移民 變成合法的 然後每個人捐多少錢 對不對 對 這樣政府 政府預算又可以幫助了 是不是 然後如果說 當我過來的過程 我們給他幾年的 接納來工作幾年 然後換了一個過程 讓他變成 變成了美國的居民 然後公民 然後我再一看 這一下一進來就能 百萬千萬人口 而且都是年輕人口 所以他也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台不同的說法 所以他就覺得 以後還會造成很大問題 而且他又不學英文 他就講他三個學 這個美國現在很多人 好像神聖人 兩個國家不同一樣 但是他就考慮 他也比較拒絕不讓人 這就是公共政策的問題 所以你提出這個理由 從不同角度 我剛剛的說法 是有一派他們在說法解決 這慢慢的說到時候 什麼樣的變成 還是也有理論的基礎 有些人說 一定會非法理論 他對美國的經濟 在提供說 Other Brand County 提供多少貌勢 這都是公共議題 然後你需要 你的學術理論 然後時間來尋找 還是一點不要 我的規模 好 謝謝 來 好 謝謝 好的 所以我今天晚上會 我們今天會展示 我們是會由 10月十八 研究 十九世紀 從19至20向 廣告 我們將政調 它大通關於 他的問題 理論和失業 所以用这样一个框架给大家收敌一下 拉起了一个大的框架,拉起了一个大线条 使得对美国的公共观点的发展 有了一个大致的影响,甚至是一个深刻的感受 同时结合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回答大家的问题 中国的这些知识、感受和见解 我们再次感受这个感觉 谢谢大家 公文管理的问题,不管你是否本身研究的工作 你是工程师,你应该也是关心的问题 因为很多学生,美国MTA,我们学生背景 很多是学工程师,我还有医生的 因为只要签上这方面,他都会学习 所以这是公共议题,希望大家对这方面 有做了研究,我们互相学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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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另外的这部分 我就是在学校的集中 今天后天还有两场 明天是下午在我们公管学院的报告天 是明天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 然后后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在公管大楼的101教室 还有一个讲歌 明天下午的节目是美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管理 然后后天的经济三点上午的项目